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1月17日的晚上 杨大娘说当时是晚上8点钟左右 她看到几个邻居有说有笑地围在一起 闹着家常 她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进去 可就在说话功夫 突然有俩大家伙冲了过来 完了他们两个大狗 我也不知道从哪边来的 两个大狗就闯进来 也没拴绳 这狗来院里边来回烂窜 杨大娘说这两只大狗她认得 是和她住一栋楼的两家邻居养的 一只是拉不拉多 一只是金毛 都已经成年 个头都不小 杨大娘告诉行动记者 她从小就怕狗啊 平时见到猫猫狗狗都绕道走 前鞋我也怕 就猫我都害怕 有时候楼上楼下 我要碰着 我都绕着走 她那狗能有这么高啊 两个大狗啊 在一块撒风 当时看到这俩狗 杨大娘腿就有点软了 她下意识地往相反方向躲了躲 两只狗的主人 蒋兰英和李凤云 当时就在边上 根本没意识到杨大娘的反常举动 也没理会自己家的狗 光顾着和大伙聊天了 杨大娘心里泛起了嘀咕 这俩人平时遛狗都牵绳 今天这是咋的了 也不拴个绳 游着狗乱跑 可别给谁家孩子吓着了 杨大娘想要出言制止 转念一想 还是别惹人闲了 好几个邻居都在呢 别人都没说话 自己也别多嘴了 杨大娘万万没想到 接下来自己就遭遇了 飞来横过 完了后边我就不知道什么 正唠嗑 后边来狗一下 框一下 就给我这块 一下撞完以后 我当时就倒了 倒了以后我得割手扶地 完全就手一下就扶地 就在杨大娘倒下的一瞬间 用来撑地的左手传来了钻心的疼痛 此时两只惹祸的狗一溜烟跑了 但两位狗主人还在 当时他们俩就领我上了医院 上了寺院 经医生诊断 杨大娘为左齿饶骨 远端骨折 一看这情况 杨大娘的家人就提议 转院再看看 转到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后 医生给出的诊断跟之前一样 仍是持骨远端骨折 半饶骨远端骨折 还外加了万关节脱位 上那个医院 上那个医院当时就做的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 就是这块给我上了一个钢板 他们领我上了车 给我交的押金 杨大娘说 她都七十多岁了 这一下子可遭了不少罪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 但是在采访当天 行动记者还是能看到 杨大娘的左手手臂上 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长条疤痕 在疤痕的旁边 还有一个鼓起来的大抱 现在就有点疼 就像里边像小蚂蚁似的 来回那么吃了 大伙一直说 两年以后你肯定还得取出 再有一个 就是你这回的手串完 放完跟原先绝对不一样 要是恢复原样 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是就属于有点半滴残废 就相对有点残废了 我当时哭的都不须人事 杨大娘说 老伴自来身体就不好 孩子工作也忙 家里的大事小情全指着他一个人 这次他倒下了 就只能指望老伴了 自从我这次我手坏以后 全老头做饭 我这到现在为止 就面饭吹面什么 全都不能 所以治理都很困难 我时常这个痛苦总哭 我这个就属于残疾人一样了 经鉴定 杨大娘左腕部骨折的 伤残程度为十级 杨大娘说 这事发生后他都不知道哭了多少情了 家人也跟着他着急上火 最让人生气的是 杨大娘遭遇了这无往之灾 而两位狗主人跟没事人一样 杨大娘告诉行动记者 她曾经在电梯里 分别碰到过李凤云和蒋兰英 俩人就像约好了似的 对杨大娘都装作没看见 她都没有问候过 你手现在怎么样了 向来没说过 一点问候都没有 邻居还都问问手怎么样了 都去看一看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句话没有 杨大娘治疗期间 共花费医疗费两万八千多 其中蒋兰英和李凤云 垫付了一万三千多 还剩的那一万五千多 都是杨大娘自己掏的 杨大娘就想不通了 那二位这是以为 垫付了部分医药费以后 这事就算完了 怕杨大娘找候账 所以才这个态度嘛 关键是账也没算完呢 这之后治疗所花费的 一万五千块钱 是不是也得有个说法呢 于是杨大娘找到了 李凤云和蒋兰英 寻思邻里邻居的 好说好商量 把这事了了得了呗 但是那两位一听说 还得拿一万多块钱 立刻变了俩 杨大娘告诉行动记者 她在医院住院那会儿 这两位邻居 对她态度还挺好 虽然说不上是 虚寒问暖吧 但至少给她 垫付了一部分的医药费 但是等她彻底出院 再算账的时候 那两位就顾不得 什么邻里之情了 就俩字 没钱 光说没钱 这事就能完吗 哮喘 气管炎 废气虫 阉读有把握 都市频道 阉读哮喘病医院 携手线里 世界哮喘病防治日 国家专利技术 多重康复优惠 等你来临 024 22767676 哮喘 气管炎 阉读有把握 本栏目由 阉读哮喘病医院 特约播出 关爱指甲健康 由灰指甲 刃量甲 快好量甲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关爱指甲健康 由灰指甲 刃量甲 快好量甲提醒您 精彩 马上继续 杨大娘被两只 没拴绳的狗给撞倒 导致骨折 经鉴定 十级伤残 可是事后 两位狗主人 只是垫付了 部分医药费 对于其余的医药费 和赔偿 没有下文了 无奈之下 杨大娘将 两位狗主人 李凤云和蒋兰英 起诉至 沈阳市黄国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了 两位被告 共同赔偿杨大娘 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护理费 交通费 残疾赔偿金 鉴定费 及精神抚慰金 共计六万两千余元 判决生效之后 两位狗主人 不服判决 向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2018年12月 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但是终审判决 下来后 李凤云和蒋兰英 还是以各种借口 推脱 要么就说 家里有饥荒 暂时拿不出钱 要么就说 杨大娘 你这样是属于讹人了 总之就是不拿钱 见到邻居 为了不拿钱 耍的各种把戏之后 杨大娘决定了 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2019年1月份 杨大娘向沈阳市 黄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了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法官对两名 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 先后进行了司法查控 发现李凤云名下 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而蒋兰英名下的银行账户 有不少存款 确实在账面上有一些钱 这样的话 我们就足额冻结了 被执行人 蒋兰英名下的存款6万亿元 在决定扣华之前 执行法官按照程序 向蒋兰英家 邮寄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及相关的法律文书 希望蒋兰英 能自动履行还款义务 然而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 蒋兰英并没有任何行动 于是在2月21号 执行法官将6万余元的执行款 扣华至法院 没想到钱一被划走 蒋兰英家就来人了 扣华之后 蒋兰英的丈夫出现了 她以我主动给你法院 送3万块钱为由找到我们 因为本案已经扣华成功 只要访给申请人 我们这案子就正式执行完毕 我们就按照规定 跟她解释了法律上的规定 在解释的功能 她根本就不听 然后采取了一些 非常无理的做法 包括躺在你办公室 我不离开 你法官办公我阻挠你 你法官离开也不可以 之所以会这么闹 是因为蒋兰英的丈夫坚持认为 法院判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那从字面上理解 那不就应该 她和李凤云家 一家拿一半的意思吗 当初是两家狗一起闯的祸 凭啥他们家拿了6万多块钱 李凤云那边却一分钱没掏啊 关于共同责任法律明确规定 在执行阶段 共同承担本案的执行款 那就是说 只要执行其中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 他有足额能够偿还 本案的执行标的的话 那么执行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正确的 这位就是蒋兰英的爱人李文 今年60多岁了 自从他们家的6万多块钱 被法院划扣以来 最近他一直频繁出入沈阳市 恍顾去人民法院 说啥都不认掏这个钱 李大爷告诉行动记者 因为老伴最近疾病缠身 所以这件事一直由他出面处理 他说 这么多年 他和老伴都老实做人 没想到老伴出门遛个狗 惹出这么一档子事 让老两口头上 顶上老赖的污名 这让他们没法接受 李大爷还说 他家的拉不拉多 是出了名的温顺 即使不拿绳 也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他老是 就是你干这儿干啥干啥 当晚能出这事 那也是因为俩狗 遇一块了 进院以后吧 就 他看另一家 不是两家狗吗 另一家那狗 可牵根里面 他就把那绳子 他都绳子 他都打闹 这时候 杨宇佩就走过来了 就说 超着那个 我也想去 就是五毛钱 不合理咱们这样的 杨宇佩和咱们一选就落口 里得五六美元 他那个墙根的院也不大 咱就聊天 这就没有管了 就这情况 李文说 事后他听老伴讲 当时因为两只大狗 玩闹的时候根本拉不住 于是俩主人就都撒手了 合计让俩玩上撒撒花 到一边玩会儿 蒋兰英跟老伴说 虽然当时两只狗都没拴绳 但是距离他们这伙闹壳的人 能有五六米远 压根就没靠近过杨大娘 在他们看来 杨大娘就是说着说着话 突然就坐地上了 就坐地下了 就坐下了 就像电视漫长座那儿 坐在地下 这是坐着脚 咱们也天天天冷 下雪天也不是太暖和 地也可能滑点 咱们实在常常都不也 坐着脚什么玩意儿 你说这个 他先坐下来守处地了 他守完地坐地之后 俩狗就跑了 也可能是狗的通人性 和咋的什么玩意儿 狗一看有点倒了和咋的 他就往内部 还被奔他的方向跑 就给他那边往那边跑 照李大爷的说法 杨大娘是自己突然摔倒的 他家和李凤云家的两只狗 从远处看到后 立刻跑向了别处 尽管现场一片混乱 但是看到杨大娘倒地 他老伴和李凤云 还是第一时间 将他送到了医院救治 马上咱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马上就送医院去 没错 比如说燕子一个月 不燕子马多成人摔倒 咱给他送出医院 咱心想好像太好 接世界城到日 辽宁都市频道 接受沈阳市国医卫城病医院 共同呼吁 关注卫城 远离卫城海 如同卫镜检查 仅需180元 预约电话 024-2351-6666 对于杨大娘受伤这事 按李大爷意思 他家里拉不拉多 既温顺又通人性 伤人从来没有过 也不可能够 李大爷说了 就算他们家狗不牵绳 也不会误伤别人 何况那杨大娘 当时就是倒地了 谁也说不上 她是咋摔的 他们好心给送医院去了 没换来去感谢 反而还让人家告了 这不是讹人吗 如果真像李大爷所说的 那为什么一审判决 和中审判决 都没有支持他们两家呢 因为这个事 李大爷一次一次的 找到法院 想要讨个说法 为此沈阳市 黄谷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还特意请来了 两名区人大代表 进行监督 法院认为 公民的健康权 依法受到法律保护 本案中 杨大娘在所居住的小区内 与邻居聊天时 被李凤云和蒋兰英 各自饲养的大型犬 撞倒而受伤 李凤云和蒋兰英 作为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 应对杨大娘的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 一开始 李大爷对自家爱犬 将杨大娘撞伤一事 进行了全盘否认 可我们也留意到 他说过这样的话 这样看来 当时李大爷家的拉布拉多 是出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吗 然而当行动记者 问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他又改变了口风 说来说去 李大爷就是不认 六万多块钱都由他们拿 咱们主要是到执行局了之后 你怎么执行的 结果你们没个 咱们冻结 也没通知咱们 所以应该冻结吧 直接把六万元给求税了 那是按老赖 那老赖 咱不交钱的话 你可以这样执行 咱不是 法院判六万吗 一家三万吗 法院判决 由李凤云和 蒋英 共同偿还 本案的申请责任 杨宇佩 六万两千元 并不是像他说的 就是两家各 承担一半的责任 没有这个 判决事项 是共同承担 那么按照法律来讲 判决谁 执行谁都可以 谁有钱 执行法官告诉行动记者 今年三月 在法院扣华六万多块钱之后 李文确实拿着钱 来过法院 他拿三万块钱的意思 就是我就拿三万块钱 你扣我六万块钱 不可以 但那个时间到 我们已经从 这个从金标系统上 已经把这六万两千元 扣到我们法院来 因为这个案子是 1月8号申请一下 法院申请之前 1月21号的那天 我们楼下的筷子组 就发现他有钱 这样冻结了六万两千多块钱 然后这个案子是 2月19号那天 分到我们实施组 2月的21号那天 从冻结的款中 把这个六万元扣划到 这个我们的专案 一案一顾的账号上来 然而李大爷压根就没听 执行法官的解释 将话题转到了别的地方 你这个执行通知署 竟然送到我们手里 你为啥给我楼到里头 是你法院冷的 还是杨配家里面 你给谁 是法院应该送到我手里头 这个你看一下 那是黄黄法院优积的 那是他有 这还是优积 黄黄法院给你优积的 优积不能给扔到里头 优积怎么能扔到里头 至于李大爷的话 几分真几分假 行动记者不得而知 但是不论通过何种方式 这份执行通知书 李大爷都在今年一月份就收到了 然而那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他都没有主动到法院来 等他拿着三万块钱来的时候 执行法官已将执行款项扣划完毕 李大爷告诉行动记者 他现在就一个想法 就是让执行法官返还给他三万块钱 就是说他那家 原告原告原告一家 也觉得 因为咱都邻居嘛 以前都说话 也准拿咱六万块钱吧 有点明明的言不顺 他有个人和谁也说不上话 和一个几楼一位老太太 他就到教室退休的 他说他透露过这事 他说你看 你说这玩意 你说这 给人家 两个人事给人家拿六万 所以说我是研究一下 怎么样 你是不是 咱们研究一下 你哪怕给人退回一半 实际上杨大娘从未质疑过判决的公正性 案件执行完毕后 杨大娘一家还曾给执行法官送过锦旗 表示感谢 执行法官告诉李大爷 共同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人 共同实施违法行为 并且都有过错 从而共同对损害的发生承担的责任 承担1%的责任 亦或承担99%的责任 均属于共同承担责任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受法律保护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至于谁该承担多少责任 还得需要法律的判定 李凤云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只能按照法律规定 执行有能力偿还的当事人 迎接世界城到日 辽宁都市频道 接受沈阳市国一卫城病医院 共同呼吁 关注卫城 远离卫城海 如同卫境检查 仅需180元 预约电话 024-2351-6666 执行法官告诉行动记者 本着尽快让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得到实现 向共同承担责任这种判向 执行法官肯定是优先考虑 直接案件 之后再对另一方的财产 进行追查查控 以本案为例 6万多的执行款 全都从李大爷这边划扣的 是为了尽快地实现杨大娘的权利 但是并不是说 李凤云那边就什么责任 也不需要承担了 这个理儿 他们已经跟李大爷解释很多回了 可是李大爷只认自己的理儿 执行法官的话 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李大爷跟行动记者表示过 其实这个钱到底应该管谁要 他心知肚明 但是他实在没法和李凤云开这个口 李大爷说主要是怕伤了邻里和气 再一个就是他也知道李凤云真的没啥钱 可是这6万多全让自己掏 李大爷也不认 所以他就一趟趟跑法院 希望执行法官先把钱返给他 然后再去找李凤云 都由执行法官出面 这样就没他啥事了 既不得罪人 自己也没损失 李大爷的想法是 从法院直接把他爱人蒋兰英的钱 划走开始 这事就已经和李凤云没有关系了 而变成了他和法院之间的博弈 没有钱我就找法院 他有钱我就找法院 李凤云给我钱都不要 执行法官见李大爷已经走入了思维误区 只能是再跟他解释一遍 两条狗共同给原告造成伤害 那么我承担了共同偿还的意义 就是这个责任恐怕还要在下一个案件中进一步分译一下 究竟他俩之间是一个怎么一个责任划分 那么他来前期由这个七东的一个被罪人偿还全部的执行款之后 他可以依据法院出具这些裁定书 行使一个追偿前向对方追偿 然后由法院再具体判 就是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做一个考量 究竟谁能承担多少责任 执行法官告诉李大爷 关于责任细化的问题 他们可以行使追偿权 就是再向李凤云追偿 双方既可以自行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呢 李大爷家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行动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 因为遛狗不牵绳 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 2018年11月3日晚上7点多 徐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小区门口溜达时 突然一只没拴狗绳的哈巴狗冲了过来 并疯狂地追逐徐女士的儿子 小孩被吓得够呛 徐女士为了保护6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 用脚驱赶小狗 结果被赶来的狗主人金某看到 两人因此发生了口角 狗主人掐着徐女士的脖子 把她按在车的前引擎盖上 对她实施了一系列的暴力行为 19点30分左右 在同伴的劝阻下 金某带着狗离开了现场 随后徐女士也带着孩子往反方向走去 可是就在这时 狗主人却再次冲过来 对着徐女士动起手来 最后甚至演变成 狗主人骑在徐女士身上 左右挥拳殴打 经诊断 徐女士左手指骨折 全身多处挫伤 两个孩子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而遛狗不牵绳 还动手打人的金某 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因为涉事狗未办理过犬证 属于无证犬 已被当地城管扣押 且罚款4000元 狗惹事 咱不能找狗 咱得找人 谁养的宠物谁得负责 文明养犬的口号 喊了这么多年了 狗粉 狗黑之间的斗争 也从未停止 有狗伤人的 也有人给狗下毒的 人和狗的矛盾 本质上是人和人的矛盾 养狗的人总觉得 自己家宠物 是家庭的一分子 跟人一样 而咽狗怕狗的人 却决然不会这么认为的 一旦发生纠纷了 一方维护狗权 一方强调人权 所以很容易利器爆棚 矛盾动辄愈演愈立 那每每出现恶劣事件之后 更加严厉的地方法规和条款 就可能随之出台 但是再好的法规和监管措施 也得确保可执行性和落地效率 说到底 我们还是要先解决 人和人之间 如何闻名相处的问题 然后才是人与狗的和谐共生 2019都市频道 民生为本 情怀为先 我们感恩您日复一日的信赖 我们感怀您年复一年的关爱 我们永远是您可信赖的陪伴 清晨新闻早早报 抢先出击 充满能量 开启新一天 养生总动员 健康是本钱 都市生活会 看有意思的新闻 过有滋味的生活 晚间强大 旗舰领航 都市红绿灯 关注交通安全 服务有车生活 新闻正前方 世间冷暖 家长里短 缸子与你娓娓道来 新北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